哈囉大家好我是哥布林 今天又回到我們的MFS3020 這款風景模型器 好我們沒有要霸凌它 OK總而言之這款飛行模型器已經出了快一個禮拜了 在YouTube上也有很多遊玩體驗 而這部影片就是拍給那些還沒買的觀眾們 所以這算是一部購買前須知 我會在影片中提到這款模型器的幾個優點和缺點 還有一些問題的部分 所以我不想再說廢話不多說了 因為那要是另一句廢話就跟剛剛那兩句一樣 好首先我們來講講模型器的優點 最大的優點當然就是風景嘛 所以我才叫它風景模型器嘛 這款模型器做出來的風景 真的沒話說 還有氣候的模擬也非常真實 很像你在X-Plane裝了一個很貴的scenery 還有另一個優點就是那些想把模型器當遊戲玩的玩家們 你們有福了 因為這款模型器真的是同時針對模擬飛行玩家 和一般玩家所設計出來的一款模型器 比如我在開箱影片就提到的難度調整啊 還有可以顯示飛行數據的視角啊等等的 可是大概就是我整理出的幾個優點 那麼有優點必有缺點嘛 有綠的必有藍的嘛 也有紅的嘛 雖然某兩個的區別不是很明顯 OK我們現在就來講講這款模型器的缺點和問題吧 BOOM 我們現在在一架A3206 假設你今天要做一個全程的飛行 然後我們現在在冷艙階段 你要準備啟動這架飛機 但是 你發現某些按鈕不能按 它已經幫你調成怎麼說 準備好的狀態了 比如我現在指的這個 一般在冷艙階段會被調成off 但飛機已經自動幫你調成nav了 對飛行沒有什麼大礙 但這樣就不能完全模擬出啟動的環節 而且不能按的也不止這個 像是這個滅火裝置啊 還有一大堆一大堆啊 OMG 講一下雖然這是內建的飛機 但是相比XPane的內建機 這整個細節完全不到位 當然一些基本的還可以 像是這個手煞車 廢話 不行的話還叫飛機嗎 還有這個ATC介面倒是做得不錯 再次聲明 私影片中出現的任何畫面都是內建的 包括這些做得不錯的地面服務 Engine Start Full Power Let's Go Rotate OK一個非常順利的Rotate OK自動駕駛的這邊是都可以按的 補充一下硬達機也可以 又是一個非常順利的Rotation 夠了 好我們現在帶一下波音747 然後這個起飛也非常的順利 那麼起飛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是自動駕駛的BUG OK我已經啟動自動駕駛了 我現在就來跟各位講一下 是哪種BUG 哪種Fish 有沒有看到這個飛機的仰角一直在變動 一下升起又一下落下 伸縮字如何自動駕駛呢 OK它又仰到了快10度了 OK外部視角更明顯 你可以看到一下升 一下要往下追 我們稱它為海豚式飛行 雖然有一隻隨微海豚飛不起來 而這個海豚式飛行 我目前只有在748看到 Botorization 剛剛有著陸很軟耶 這門家們應該會很開心 但是你發現 沒有回播系統 這 這真的是一個印傷 尤其是對我來講 因為這會讓影片失去很大的趣味性 而且你也不能看你的著陸有多軟 不過聽說最新一次的更新會增加啦 但是在這段時間 我們就只能等待相機的愛情 還有祝大家情人的快樂 雖然這部影片出來的時候 已經不知道過了多久了 還有那些死單身狗 就像我 不用感到傷心 你比較需要為你的長相感到擔心 OK 假設資本家 又把錢灑在你身上 叫你起飛 但是你發現 Overrun了 Sierra Contact Ground 121.9 Boom Yeah 缺一點四 就是這個最後的畫面 真的非常單調 上面就寫著大大的 You crashed Explained 至少還有什麼引擎起火之類的 這個真的很單調 再加上沒有回撥系統這點 讓你死得很單調 OK 我們現在首頁 而第五個問題就是我覺得 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 像我們在世界地圖 噢 颱風做得不錯 跟巴威做得不錯 Romeo Charlie Bravo Sierra OK 第四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有些機場 消失了 有些市長也消失了 沒錯 消失就是金門機場 你完全搜尋不到 這金門長的就像這個骨頭狀的 陳玉珍你們的機場沒建設好 你看都消失了 好開玩笑的 這算是一個BUG吧 而且消失的不只這一座 BGBW也收不到 這一座是位在格林蘭的機場 也算是一座危險機場 但是就是 搜不到 第六個問題 就是因為MFS才出不到一個禮拜 所以他add-on非常稀少 分享一下他的add-on網站 搜尋msfs2020add-on-org 或點我下面的 這樣講我怪 或是點資訊欄的連結 然後這就是他的add-on網 你可以看到已經有一些出來了 付費的地景啊 免費也有 還有一些塗裝 我已經下載一些了 但是 真的就這麼多而已 全部加起來 可能只有30個 你看已經到尾了 但是相比Xpain的add-on網 付費的加免費的 早就有上千上萬個了 這點不能怪微軟啦 就 他才出一個禮拜 你想怎樣 但是這就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比如飛機太少啊 然後有些機場的地景 又不是那麼細緻 像松山啊 那我還是講幾點他的優點好了 只講缺點或優點 一防都會變大外宣 給各位參考一下 這就是他的氣候系統 真的是沒話說 你可以拿一張摩托器的照片 放到IG上騙人 就像我上次拿MFS2020的787 放到限動 結果就有人問我怎麼上去的 還有我們現在要降落 蘭嶼機場 你知道的 蘭嶼的側峰總是非常驚人 OK準備著陸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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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個難怪的 但是沒有回播系統 所以這件事等於不存在 沒有FB 沒有IG 你這個人根本就不存在 非常順利的沙停了 補充了這款模擬器的缺點 也算是一個非常令人頭痛的缺點 就是你的電腦如果沒有GTX970或RX580 這種中階顯卡 那真的換一款模擬器吧 這款模擬器真的會把你的顯卡活活吃掉 我用的是RX580 就算畫質開中 我在某些機場飛的時候FPS也會 好這個畫面呈現了一切 而且就算你上到目前最好的顯卡 RTX2080Ti 你畫質全開的時候也只有差不多20-30FPS 有人已經測過了 只能等RTX30902 還有謝謝各位幫我刷廣告 我已經快撐到顯卡了 OK我來總結一下這整部影片好了 八塊你到底該不該買 以及X-Plane是不是比較好 還有我現在在一堆人叫我飛在香港 不要再叫我飛香港了 因為這裡沒有啟德機場 我還在等地景 OK 我覺得這款模擬器 就是一個被催生催出來的模擬器 像是有些系統沒有完全做好 然後飛機的模組也沒有完全完成 它還沒有完全準備面對這個世界 可能完成率只有差不多85% 這點可能是因為它叫做MFS2020 微軟希望能在2020年初這個模擬器 加上這次疫情的影響 很多工作人員不能在崗位上工作 MFS又不想搞什麼 MFS2020加1 它不是什麼東西 所以把未完成品先釋出 所以我想跟你們這些還沒買的觀眾們說 你們先別買 過一陣子 等到iRound比較多了 然後MFS的系統完善一點再買 你可以等等看下次的更新 可能9月或10月 而且模擬器本身也很貴 光我買的版本就要3199台幣 再加上顯卡跟處理器的升級 這真的是前坑 你可以等到模擬器特價的時候再買 在這段期間 有XPANN就靠XPANN過度 沒有就等待吧 相機的愛情 那XPANN是不是比較好呢 我覺得各有好處吧 比如XPANN的基模更好 那地景 這還能比嗎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一些iRound 讓我的地景變得更美 就像我在XPANN影片中做的事 但這真的很花時間 我用XPANN差不多有30%的時間 都在找iRound 下載iRound 然後有些時候iRound還不能用 MFS2020可以說 直接把XPANN的付費地景 內建在遊戲中 OK 講了那麼多 我們來個明塊的總結 不要買 等MFS系統完善一點再買 大概我推購4個月以後 OK 今天的影片是朋友 如果真的有什麼問題 好謝謝你們的分享 如果你們不喜歡沒關係 密集中的大家必須要仔細 沒人沒看 OK 掰掰 OK 我們挑戰將會在上面 OMG OK 假設XPANN跟MFS合作 這絕對會是一個跨世界的魔人器 喔 喔 喔 シ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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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